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流星頻道 今天為大家帶來第二期的會社群欄 近幾年科技進展神速 業界也出現了許多可愛的男孩子 無論是話女硬說男也好 讓男孩子穿上可愛的衣服也好 業界近幾年有越來越多讓人小頭錯亂的作品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就是 為業界帶來露西法召喚的可怕公司 音符社 音符社全名Ensemble 暱稱的由來是商標裡面有個大大的八分音符 音符社隸屬於Will Plus旗下 有一個關係比較好的姊妹社 因為Ensemble Suite 音符社的作品製作陣容沒有固定 這是音符社的特色之一 而說到音符社的最大特色 相信許多人都心裡有數 那就是作品裡面的男主角超級可愛 長得比女角門正 聲音比女角門萌 總會為了某些不得已的緣故 女裝潛入女校 然而從不會被識破 音符社會往這麼棒的方向走 起源是2009年發售的 《花と乙女》 修復過 劇情講述著雙胞胎的兄妹Akira以及Akiko 哥哥Akira為了讓病弱的妹妹Akiko不至於留級 而決定扮成妹妹的樣子進入女校舊都 柔らかい風陽気 君と肩並べて 歩いてゆく 幸せのファルス 木漏れ日笑顔元気 だけど今日は一人 寂しいね 愛に聞いて 少し曇り空 過去線 だけど あなた来るのなら それは 晴れ模様 いつでもそばにいて 大好きな笑顔でキスして 胸のトキメキ きっとバレてるドキドキ だけどきっときっと 同じ気持ち 分かえる 瞳で合図する 花とおとべに祈りを ずっとずっと なに 從這部處女座開始 就奠定了音符社作品的基調 也就是男主角女裝貴娘潛入 2010年便發售了FD 花と乙女に祝福をロイヤルブーケ 初めてのデートのこと 君はまだ覚えてる 慣れき道を歩いてた 目と目合うたびそわそわ それでも勇気出して 抱きしめて頬にキスしたんだ ダンダン 君を知ってくると ダンダンダイタン もう離さないで いつか君の夢を探す その時まで どんな時もそばにいるよ 忘れないで欲しい今日の思い出 ずっと一緒に笑っていたいよ 愛してる 最後在2011年推出了一部非魏娘像作品 ダマテ ワタシノムコニナレ 然而回想並不怎麼好 因此2012年再度回到魏娘像 推出了可謂是音符社最高峰作品的 モトメガズムグ コイノキャンバス 這部我們一般簡稱為畫布的作品 首先因為男主角的ミツキシーン ミヤマ・ミツキ 是由童古華擔任配音 在劇情張力稍嫌不足的時候 角色們的聲音特色 很好抵達到了補足的效果 因此整部作品劇情有趣 節奏也不至於太拖沓 替音輻射打出了名聲 畫布發售之後 在童年的年底又發售了FD 從此音符社的運作模式 就基本固定 都是一部正作配合一部FD了 然而不只運作模式固定了 連劇情設定都開始有點套路化 這是音符社比較可惜的部分 唯一不便的是 每部作品的男主角都一樣的香 說完了公司特色之後 就來推薦一些流星覺得好玩的作品給大家吧 首先我想推薦的是 處女作的 Hanato Domini Shifko 雖然是2009年的作品 有一點年代久遠 然而這部作品包含它的FD 都是有發售經過台灣未來數位公司 正版代理的繁體中文版的 對於日文苦手的玩家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且也可以順便感受一下 音符社的理念 是什麼樣的一條陸西法之路 再來我想推薦的無疑就是畫布了 當初玩這部的時候我真的玩得很開心 不得不說音符社男主角又可愛又香的形象 就是在這部作品由唐古華建立起來的 又因為男主角四代配音的關係 在H場景之中聽起來格外的色情 劇情方面來說 雖然放到現在來看已經不稀奇了 但在當時是真的很有創意的發展 劇情內容是很有趣的 支持者和披露 我是jud譜 lad你睪談 劇局 站立 時 冷 還有少許 沒有人的距離 最後 如果你是關注音符社已久的老朋友 我會推薦你去玩19年底發售的 Shanin Sisters 這是一部把歷代男主角放在一起 進行偶像企劃的全年齡遊戲 對於每部一輻射作品都有玩過的朋友來說 這部作品一定可以帶給你一段歡樂的時光 曾經許多人對未娘都是抗拒的 然而時代在轉變 許多的作品都在逐漸扭轉著人們的思想 音符社就是如此 它走出了自己的風格 打出了自己的天下 作為老粉絲的流星 期待的是音符社能在現有的風格基礎之下 有新的創意跟發想 就跟當初的作品跟畫布一樣 能夠讓人眼睛為之一亮 正在觀賞這部影片的你 是否玩過音符社的遊戲呢 還是說你正在考慮著 是否該踏進這未知的領域嗎 就我的看法來說 我認為接觸未娘遊戲並沒有什麼不好 或許你可以在這裡發現不同的自己 發現全新的自己 我是流星 這次的會社群欄就先講到這邊 歡迎大家如果有什麼想法 可以記得留言在下方讓我知道 我們下次的影片再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